好我們開始做一下題目 結論月第一個例題 問了三題 第一題 上學月黃昏時月亮在哪裡 上學月黃昏時月亮在哪裡 解決題目基本步驟 第一步驟 畫地球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但是要畫 有畫地球畫太陽 你才知道月亮什麼時候是卡中間的數 什麼是放旁邊的話 你才知道誰是白日的中間叫正午 晚上的中間叫子夜 所以第一步驟地球畫太陽 第二步讓地球會轉 怎麼轉不重要 四周也可以 第四周也可以 怎麼轉不重要 但是要會轉 會轉才知道是誰是先到的上前 誰是後到的下前 誰是白天近晚上黃昏 誰是晚上近白天清晨 OK 好 接下來看題目怎麼要求 題目要求上前月黃昏時 第一上前月 除上面上下左右 月亮在哪裡是上前月 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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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 卡中間的 卡中間叫做碩 卡中間叫做碩 放旁邊叫做 哇 這樣子轉 先到的叫做上前 後到的叫下前 所以 在這裡叫做上前月 黃昏時 黃昏是時間 時間是人 日地人在哪裡 人在哪裡是黃昏 上 下 左右 廊底 都尾是黃昏 人在哪邊是黃昏 人在哪邊是黃昏 白天的中間叫正 晚上中間叫子夜 白天近晚上叫黃昏 晚上哪邊叫做 清晨 所以人在哪邊是黃昏 上面 太陽在右邊照過來 右邊這裡是白天 左邊這裡是晚上 轉過來 白天近晚上叫做黃昏 所以人在這裡是黃昏 好了 就要上前月黃昏時 月亮在哪裡 哪裡是方位 老師說方位是看什麼 看地球自轉 地球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南加看順時鐘 不管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通通由西 向東 西向東 我哩 月亮也不在西邊也不在東邊 畫在前面 畫在前面什麼意思啊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立體的塗鴉扁 這是一個立體的塗鴉扁 立體的塗鴉扁 所以 月亮 人在這裡 月亮在這裡 壓扁 畫在前面 所以人在這邊 壓扁 這是什麼地方 這個地方的說法 有文言文 普通文言文 白話文 文言文叫做通過植武線 植武線 就把你們定理所需的金線 擴大到天上 叫做植武線 文言文叫通過植武線 普通文言文叫做天頂附近 天頂就是我頭上的意思 叫做天頂 白話叫做頭頂附近 所以畫在前面叫做頭頂附近 所以上弦月黃昏時 月亮在頭頂附近 知道月相 知道時間 問方位 知道月相是上弦月 知道時間是黃昏 問方位 方位是天頂附近 這就是我們做法 重點 你要知道我怎麼做的 我說第一步幹嘛 畫地球 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第二步讓地球匯轉 怎麼轉眼 不重要 然後按照題目的要求 放上去 畫出來 答案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解題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